这个其实你的人生跟很多人的年轻的人生有点不一样 别人都是初中高中大学参加工作 你呢年纪轻轻就开始学一门技术 而且一直拿刀 年纪这么小也有了女朋友 性格又比较内向 你是不是缺乏安全感 对 我的话就是今年才开始来到宁波 就是我去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每次去不管去哪里啊 远的还近的地方 就想身边有个人陪着 就从小就是在周山 就是没有离开过爸妈的 所以就导致我的性格有点闷闷的 但是我觉得以后慢慢会改过来的 但是做这一行需要耐心的 需要坚持 对啊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放弃过好几次了 这个雕刻因为真的好累的 然后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身边人啊 没有一个 就身边人没有一个跟我一样是喜欢雕刻的 就是 就相当于就是你 没有玩伴 就是你一个人在玩 就会很无聊 就放弃过好几次了 然后 我雕的每一样作品 我都会拍一个抖音 然后 抖音里也可以 见证我的成长 最早是雕的怎么样 到现在是雕的怎么样 就能看出来 比如说今天已经雕的很好了 才二十岁 你以后想过继续雕泡沫的这个作品 还是说我以后可能会做别的事情 短暂的话 是应该是一直干这个 因为我也不可能保证说 就是一辈子就做这一行了 就我只能说是 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的时候 我是不会就是放弃这个雕刻的 因为这是我目前为止 最喜欢的一个专业 没有什么专业比这个雕刻还要喜欢了 哪个可以拍卖 习惯 都可以吧 行 那就这个好不好 行啊 多少钱起拍 最起码得五百吧 五百 库尔特 六百 六 八百八 九百九 一千零八十 一三八零 库尔特在哪里 一四八零 库尔特 一五八零 一六八零 两千 两千第一次 两千一百八 两千一百八第一次 好像 两千一百八第二次 两千一百八第三次 耶 恭喜你成为 来来来 真的很漂亮摆在办公室啊 然后我也希望你对你的作品有点信心啊 我们都觉得很好看 然后你自己会一直在说它 好美啊这个 我给你一点小建议 就我觉得你挺年轻的 你这个东西可以一直做下去 可能你今天雕的是泡沫 明天就雕别的了 对吧 就做泥塑其他就 但是这个雕塑这个领域可以一直做下去 其实你是应该多看一些更年轻的东西 就是更有创意的东西 就多调一些 对 更丰富更现代的东西 元素要稍微年轻一点 你雕的鹰啊 荷花啊 就带翅膀 卡哇伊一点是吗 对 对 聊个哈喽卡丁啊 萌萌的 月勇 月勇 哈喽 哈喽 月勇 因为同时做技术出身来讲呢 技术永远是服务于美感的 因为我觉得你才二十岁 首先我觉得你的雕塑 一定不能放下 因为它可以真的可以一直坚持 可能你的年龄越久 所以你的知名度越高 你的作品越来越值钱 第二件事情我觉得 刚才那个朱涛说得非常好 就是说你应该让自己的美感更抽象 可能更有艺术 所以你要去多去 可能国外走一走 看一看 多看一些更具美感的 然后让你的技术是服务于美感的 而不是不单一是更具象的动物或人 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整个你的作品可能会更有价值 或者更有力量 但玛瑞她最先要打开的是她的内心 她连上飞你莫属都觉得是骗子啊 很害怕 所以她要出去学习 她一定要敞开自己 她主要是紧张 缺乏安全感 那有人说啊 说这人的这一辈子啊 就像呼吸是一样的 呼是为出一口气 吸是为争一口气 呼吸均匀 心才能平静 但在你这儿就不一样 你的人生像雕刻是一样的 刻是切下去 是举亲若重 雕是扬起来 是举重若轻 感谢 感谢观看